很多人都注意到 习近平总是歪着头 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是歪着头 哪怕是在阅兵上面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 可能那是十万人里面 他是唯一歪着头的人 很多人说他心疏不正 也有人说他态度不严肃 但是呢 也许他是这样 但至少在阅兵的时候 在面对着几万部下的将士的时候 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头能够正一点 但是他正不了 就是他头始终是歪的 细心的观众也许会注意到 他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守住无措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头歪着 让周围的人多多少少都感到有点差异 因为现代医学是如此发达 西方这个技术 是医疗技术如此高明 都能够给习近平这样的人换肾 都能给中共中央的头目 能够活到一百多岁换性干 但是为什么就吃不了习近平的歪头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原因 我那时刻注意这个问题呢 是我在同龄监狱的经历 这有两段经历 一段经历是 我第九次入狱的时候呢 在这个同龄监狱呢 是被关押在那个限制减刑减区 这个减区里关押的人 一般平均都要关押三十五年左右 就是他属于新开的一种死刑 就是过去大家知道 有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还期执行 但现在呢 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呢 叫做死刑限制减刑 他就是规定呢 你判了死刑以后呢 五年以后才能改判 而不像那个死刑两年以后就可以改判 而且五年以后改判以后呢 也就是改判成无期徒刑 然后无期徒刑以后呢 又是过了五年才能改判 成有期徒刑 再加上一般说你要判处死刑的话 来来回回的这个案件呢 在看守所里要待个三年左右 所以加上这个十年 加上这都不算刑期的 就是说因为你是县检 比如说这三年不算刑期 然后呢 这五年等待改判 表现很好 也不算刑期 然后呢 一直到这个无期徒刑呢 还是不算刑期 也就是十三年呢 拜登了 等到那个时候再给你改判呢 一般改判二十年 也有改判 其他的二十五年 或者十八年 但是即使给你算上二十年的话 你想 一般你就可能要待个三十年左右 而且以后呢 你减刑也还是面临着总统的困难 因为中共随时可以发文件 说这一批人呢 这一类罪犯呢 要怎么样减少 所以我官方在限制减刑建区里面 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参加监狱的劳动 这也是因为我在监狱里长期抵抗的结果 因为我从来拒绝农医 我在抗论所里也拒绝农医 我在监狱里也拒绝农医 为此呢 我曾经差点被活活打死 但是我坚决拒绝努力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政治犯 是一个良心犯 我是有尊严的 我不能像小二一样 跟着你的指挥帮跑来跑去 不管你是什么人 我宁可死也不愿意 把自己累死 把自己这个 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 把自己折磨死 就是我拒绝折磨自己 我宁可待在一个角落里面 在那坐着不动 我也不愿意去折磨自己 所以说呢 他们就把我放到了 限制减刑监区 这个监区里呢 还关押了另外一些人 就是中共的所谓职务犯 我在的那个同监监区里呢 从副厅级到副处级 还有科级 有一大批这样的 就是说所谓的职务犯 这些职务犯呢 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干部 都是养尊处优 所以他们到监狱里面呢 他们第一件事情 就会去找人 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 这个贿赂呢 才能够调到 这样的这个监狱区里面去 但是这些人呢 跟我以前见到的 共产党人都不一样 以前我在看过说 在监狱里也见到 很多共产党干部 他们对这个共产党呢 都还是恭恭敬敬的 对于党的领袖 不管是这个胡锦涛 还是江振明 都还是充满了尊敬 恐惧和这个尊敬 但是这回就不一样了 他们普遍对习近平充满了仇恨 而且呢 他们使用一个特别的绰号 叫做歪头 他们无论在公开私下的场合 都嘲笑歪头的一举一动 嘲笑歪头的每一个措施 因为他们认为呢 是歪头把他们送进了监狱 歪头的这个所谓反腐败 实际上都是派系斗争 一派打到另一派 因为他们呢 也非常清楚 他们生活在共产党体制里 他们说无关不谈 你不谈乌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难关 也根本不可能提升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重要的岗位 所以说呢 他们认为呢 习近平这种搞法呢 实际上就是所谓反腐败 下指标 实际上就是为一帮的贪官 打倒另一帮贪官 也争权夺利 提供了种种的方便 而且呢 他们呢 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 就是说他们开始 对这个共产党 也开始产生怀疑 对这个习近平呢 产生仇恨 这跟以前的不一样 就说呢 时代还是在变化 就中共干部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他这个歪头 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一直就是纳闷 一直就是百事不得其解 为什么习近平要歪头 因为他如果要是 疾病的话可以治疗 知道这个不久前的时候呢 我开始联想到 那个习近平年轻的时候 曾经扛200斤 这个麦子 然后走二十里三路 不换街 我终于找到了 他自证 这是一个原因 很多外界呢 都以为这是一个笑话 就是认为习近平呢 这个不可能 抗200斤的麦子 走二十里三路 当然他有所夸张 但是呢 从习近平这种 二任的习气来看 他年轻的时候 抗个200斤的麦子 因为呢 在这一点上呢 很多这个推特网友呢 都经常贴写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农民 中国的这个工人 怎么样扛东西 扛中物 累得要死 而美国法律规定呢 不能强迫任何工人 抗50斤 因为他们的理由是 人不是牲口 牲口才可以拖中物 牛啊马才可以拖中物 人不能拖中物 但是在中国呢 实际上很多中国人 自古以来都是被当成 牲口一样来使用的 你比如说 中国人这个 太轿着 这个是全世界都没有 大规模的一个指引 就是中国人当成牲口 还有中国人 拉车 中国人扛中物 尤其是搬运工 中国没有什么 从来没有什么机械 或者就是小包装 那个大米都是200斤一包 然后呢都是 大米是180斤一包 所以习近平他夸张的 比较说200斤 差不多反正180到200斤 那一大包 就说那个扛起来呢 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呢 是可以扛的 但那个是很伤害身体的 因为我曾经见过一个 在育友他跟我说 他的那个同伴当中 有一个小个子 一次能扛三马带 也就是说呢 500多斤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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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麦或者大米 他说那个人是最厉害的 他说应该是到国家 就一趟举重运动员的 但是那种扛呢 扛法呢 都是就是说你站在下面 然后有两个人在车上 把这个东西卸下来 还有另外两个人把你卸我 那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他最要命的是呢 他能够造成紧椎病 这一点我是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有个亲戚在铁路上工作 那个大家都知道 铁路上的那个枕木 是很重的 一般来说都是两个人 或者这个四个人去抬 还有这个铁路上的那个铁轨 也都是很重的 都是中国呢 由于他这个把人当成圣口 使用惯了 所以铁路工人呢 凡是施工的这个工人呢 都要去抬都要去扛 这些活美国工人是绝不会干的 因为美国人呢 他无论如何 他要使用机械来干 他也有大量的工程师 所以说美国的机械的这个种类呢 大概是中国的一千倍左右 就是我的直觉印象 就是因为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专业车辆 各种各样的专业设备 都让我目睹口袋 就是在中国从来见不到的东西 在美国人都有设备 能够节省你的力量 使人不必像牲口 像牛马一样的去辛劳 不能 而中国呢 他成期以来呢 他没有人权意识 没有人权概念 他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像习近平在年轻的时候 直到现在 他也认为 这个人扛东西 扛二百斤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他才会吹这个牛 他扛不了二十里三路 但是他扛个二里路还是可以的 因为你的时候扛个二百斤 不换肩 扛个二里路可以的 但是这二里路对于他来说 很可能就是 有名的 因为呢 我刚才讲的那个铁路工人呢 普遍患有这个 就是脊椎 脊肩盘突出 还有呢 就是颈椎 那个就是会 还有整个脊椎会出问题 这是职业病 就是班运工普遍都有这个毛病 至于这个歪脖子 就像歪头 那更是抗大胞 留下的后果 凡是那个过去的班运工 几乎颈椎 因为他是这样 歪着头 把这个肩膀这样扛开来的 这种压力呢 就会导致 这个脊椎变形 身体好的人呢 长期这样扛 会变形 身体差的人 可能一次就变形 因为人的这个颈椎 是人体当中最脆弱的 他当然 长期久坐会导致颈椎 脊椎发生病变 但是呢 如果过大的力量 也会导致 你的颈椎脊椎变变 而习近平呢 就是在 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呢 出嫩气 扛二百斤大包 承能 明明他只能扛 这个比如说 他不能扛的 他坚持要扛 因为他自小呢 自幼呢 也还是算是 教证惯养 然后呢 他也没有什么力量 但是他看见别人扛 他也要跟人去扛 而且呢 还要跟人家鼻子扛 结果呢 把自己的脖子给 把自己的头压歪了 把自己的这个颈椎给压坏了 所以呢 这就是 习近平歪头的原因 这也是呢 我上个月 刚刚研究发现的 这是根据我以上的 诸多的这个知识 才发现了 习近平歪头的来源 就是扛二百斤 走二里三路 造成的 OK 好 好